用的時候最好是持平的 醃下去吸上來 對不對 你今天如果要醃下去 最好讓它在垂直的角度 實驗團隊是將茶渣發酵後進行萃取 經由勾勒驗證實驗 證實台茶18號紅茶泡完的茶渣 具備有保濕 抑制落胺酸酶抗氧化的效果 最早是由茶凱廠跟我們洽談 這一個方面的技術合作 他們提供了茶渣過來 然後我們做不同的一些實驗 我們找到最適合的發酵方式 然後再把這一個技術 轉移給茶凱廠他們來做 這個技術已經相當成熟了 也有非常好的效果 在保濕上面 在美白上面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茶飲市場每年產生的廢棄茶渣相當可觀 農業部茶凱廠特別生醫系 助理教授柳元德來合作 以紅茶茶渣作為研究對象 開發農業廢棄物的新價值 我專題是做抑制煎包連稻菌 然後找到那個菌株 然後再分析那株菌可以讓植物有什麼出進生長的功效 收穫就是老師這邊有教很多分身上面的實驗 比如說跑PCR或者是肢體萃取那方面的 然後老師也有把我送到研究所那邊 所以你考上哪裡? 中正 實驗結果證實了紅茶茶渣具備有美妝品應用的潛力 不只是讓農業廢棄物循環再利用 更為美妝市場提供了新原料的可能性 大野人新聞流行下採訪報導